好,我們首先來看到BANJU的一個介面 我用很快的一個速度來講解BANJU的介面 那它最主要介面大概可以分幾個區域 大概紅色框起來的部分就是一個區域 中間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瀏覽作業視窗 大概最主要的幾個區域是這幾個 那上面就是一些儲存檔案啊 以及一些onto redo以及一些視窗切換的一些功能 還有play播放的一些功能 那這個地方呢它最主要是一些快速按鈕 就是讓你執行input連續圖檔 還有一些特徵點的一個追蹤 這個算是工作區啦 然後這邊呢這個相對應的一些指令都會在這裡 然後你再切換那個不同視窗的時候 相對應的一個一個選項會在這裡 我們稱為overlay的一個區域 那這裡地方就是它會有一些跑馬燈 就是說你在運算的時候它會有幾%幾%的一個狀態顯示 還有這裡還有一些選擇按鈕的一個指令 一些按鈕 那這個狀態欄就是說 又顯示你一些執行的一些 一些錯誤訊息或者是一些 一些訊息在這裡 那這裡這一欄呢我們稱為時間欄 它比較像keyframe的Maya 像那個時間軸上的keyframe 怎麼講呢 那待會會講到 因為我們會做一些遮罩啦 或者一些特徵點的自己 加入一些特徵點的追蹤 那這邊都可以在這邊設keyframe 它會在這邊列出來 好這大概的講一下那個介面 然後在這地方就是有點像 Maya裡面的一個選單 它把每個選項都分類的 都分類好了 那這裡是歷史記錄 存放歷史記錄的地方 history 這是工具箱在這裡 然後基本 基本一些的一個操作介面 這邊可以切換成3D的一個視圖 2D視圖 那這邊 overlay的一個 一個一個區域 相對應的一些overlay的選項 都可以在這邊顯示 好 你可以把 ground ground plane 取消掉就可以看 就看不到這個 網格 那2D切換它也是一樣的 好 這是2D跟3D介面的一個切換 然後這個也是啊 這上面都是介面的一些切換 好 那我們現在很快的 嗯 把它切換到2D的一個介面 然後input sequence 把我們連續圖檔的導入進來 好 那 在 檔 連續圖檔的放置 入進中呢 盡量不要有中文檔名 好 這不要有中文檔名 比較好 這 然後 我們打開我們 banju的 範例的連續圖檔 我們用 呃 白灰 白灰的一個建築物 來做說明 好 我們 點選一個連續圖檔 那連續圖檔的格式 它這邊都有說明 呃 TIF檔啊 或者是 JPG 呃 或者是 PNG 或者其他格式 它這邊有列出來都可以導入 那盡量不要使用AVI 那 會造成在 運算的一些 呃 時間 那效果也不好 那我們一般都到後製裡面 去把你拍攝影片 呃 輸出成連續圖檔 好 那我們 Open 會進來 那 在這個 Input Sequence 這邊的一個設定呢 呃 呃 大部分使用預設就可以 那我講一下 Move Type這邊的一個選項 這邊有兩個選項 叫Free Move 跟 呃 那都 Plan的一個選項 那 這個選項是最主要是運用在你 攝影機 是固定在腳架的一個情況 實用的 那如果你是 呃 一個 自由移動 Free Move 的一個 一個 攝影機的一個 移動 路徑呢 你就選擇Free Move 就可以了 除非你是架設在腳架上的攝影機 可以選用這個選項 那 呃 嗯 嗯 這邊這個選項呢 它最主要是隔行掃描頻率的一個選擇 那 這個地方我就 我們一般都使用NUT 沒有 沒有這個隔行掃描的一個 選項 那如果你知道你攝影機的一個 呃 掃描的一個 呃 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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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的話 你可以去選擇 這邊的話 就是 比較偏向 呃 因為 我們拍攝的影片都屬於 呃 影視的一個素材 那 它在播放一定會有 掃描頻率的一個問題 這個地方 你可以在網路上 Google 打上 隔行掃描 這個關鍵字 就有一些相關的資訊 可以供你參考 那一般我們都選擇NUT 這個沒有 隔行掃描的一個問題 好 那 這邊的一個 這個 的一個 範圍的一個 範圍你可以自己去設定 那一般我們也都使用預設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按下 Apply 把 連續圖檔導入進來 然後按 Close 關閉這個視窗 那 在 導入進來之後 我們可以按 Play鍵 來 看這個 播放的一個情況 好 那也可以看到 它在播放之後 都會呈現 呃 綠色的一個 狀態 顯示說 呃 這邊已經 暈算過了 所以之後你再去 重複播放的時候 第二次播放的時候 它的 運算速度就會很快 好 那我們也可以在 右下角的地方 看到它這邊 好 看到這個地方 好 看到這個地方 它有 呃 記憶體使用的一個情況 好 你這種 Total的一個 記憶體 以及現在已經使用的一個 記憶體的 狀 的一個狀況 好 那這是一個 呃 一個在運算的一個 狀態 那 呃 Input 呃 圖片進來之後呢 我們 呃 接下來可以看到 呃 這個 Camera Edit Camera 我們把這 圖示的 Icon 點開來 看到Camera的一個 一些 設定 那 在 綁具裡面呢 你把圖片匯進來之後 它自己會去偵測這個 Camera的一個 呃 一個 一個 一個狀態 一個 一個形式 好 所以你沒有 特別 呃 需求的話 就可以不用去更改它 它自己會去自動測試 那播放的影格呢 它也是依照 自動判斷去判讀 那 所以 它這邊是使用23 所以這個 格式 是 是 歐美那邊的一個格式 或者是 大陸那邊的格式 我們台灣都使用 NTSC的一個格式 每秒30個 或是29.97的一個格式 好 不過這也沒關係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Advanced 這邊的一個選項 就是指 呃 針對鏡頭一個 變形 做一些調整 那我們這個 也都不去動它 所以這邊的話 基本選項 我們都不去 更改它 除非你知道你的 攝影機 這邊它跟你跑掉了 你再把它射回來 齁 你可以自己去射 射 射回來 這樣子 好 那 這是 CAMERA的一個部分 那 這邊 還有一個 呃 一個 晶瑩 一個 瓢蟲的一個 圖示 那這個 最主要是 呃 它會 你點擊 點擊它 會自動 一個步驟一個步驟 教你去 使用這個綁 那我們不用 我們只用自己手動的就可以了 好 那 嗯 Input Sequence 然後 然後 查看你的攝影機的設定有沒有錯誤 那 沒有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 可以看到 嗯 嗯 Focus 這個地方 那 Focus 這個地方大概 嗯 我們也都沒有去 沒有去動到它這邊 我們 基本上也不去動它的 很少會 呃 如果沒有特別的情況 不會去動到 因為它 嗯 是更改你 嗯 一些 攝影機的一個 焦距的 哦 參數 如果你知道你攝影機 使用的一個 嗯 焦距的一個參數 你可以在這邊設定 那這邊有一個 嗯 那 Mask 就是遮罩的一個選項 那這個地方呢 等一下會去講到 就是說我們可以在 呃 一些不必要 比如說 呃 某些建築物你不需要去追蹤到它 它特徵點的時候 我們可以使用 使用遮罩 使用遮罩 使用遮罩來 把它遮起來 那 綁具呢 就不會 對這個 你所 就不會對你有 使用遮罩的這個區域呢 齁 產生追蹤點 齁 就不會有 產生追蹤點的一個 情況 我們可以來測試一下這個 嗯 Mask的一個使用 好 我們可以按 BRAKE 我們可以按 BRAKE 之後呢 齁 我們看到這個 呃 Timeline的一個 這邊的一個 工作區域呢 齁 我們看到這 這邊地方 我們有發現到 這邊有一個 嗯 嗯 Mask的 選項 齁 那我們把它點開來 我們可以看到 齁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啊 Keyframe 那這個Keyframe 就是最主要讓我們去 對位這個 遮罩 齁 去對位這個遮罩的位置 齁 所以你在對Keyframe 的時候齁 齁 你在 移動時間走的時候 齁 比如說這 呃 遮罩跑掉了 齁 呃 齁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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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於到這個 中間這個地方齁 齁 齁 左鍵按著就可以去 齁 再去針對它來 對位 齁 針對這些 你要遮的部分呢 再來做調整 齁 齁 那它這邊自動就會幫你做Keyframe的動作 齁 齁 你就可以看到 欸 你在移動的時候 它的對位就不會跑掉 那你在這邊又跑掉 你再把它拉回來 齁 再把它拉回來 齁 再 用點呢齁 去做對位的一個 動作 齁 齁 再去做對位的動作 齁 那你再看 齁 齁 這地方 就遮罩就遮起來 那我們再 點這個 Track Features 這邊呢 這個圖示 ICOM進行 特徵點追蹤的時候 它就不會針對你有 呃 遮罩的部分呢 做 做特徵點的一個追蹤 這地方就是空白 空白的 的一個區域 好 這是 嗯 Mask 的一個 遮罩的一個使用 呃 這個遮罩其實蠻重要的 尤其是你在拍一些街道 有車輛或人物的時候 呃 它會干擾你到 你追蹤的一個數據 所以你可以用遮罩 把它遮掉 那在 處理上的數據上 就會比較正確 那如果你沒有使用 綁具提供的一個遮罩呢 你可以使用 呃 後製軟體去處理掉 你不需要 的一個部分 或者是 呃 把你不要的一個部分呢 在後製裡面 一樣去把它產生 呃 遮罩 然後連續輸出成圖檔 然後再把它匯進來 喔 不過這部分呢 呃 可能 呃 呃 比較少人會用到 這邊我就不做 詳加解釋喔 那 綁具 它的一個功能 其實 也算 在 在 在這個綁具式的一個版本 呃 也增加蠻多的一些功能 在裡面 好 這是遮罩的部分 然後把它delete掉 好 那我們 不使用遮罩的部分 我們就直接使用 啊 Track Future Future 這個特定 自動的話 自動化特徵點的一個追蹤 那我們 進入Advanced 來看這裡面的一些選項 那 這邊有一個 特徵點的一個追蹤的一個 最小距離跟最大距離 那我們這邊也使用預設的齁 這邊都使用預設不去動它 這邊是 特徵點 追蹤的一個最大距離跟最小 最小距離跟最大距離 他自己會去 呃 在一個一定的距離之內沒有追蹤到 特徵點他自己會去 電腦去判斷再去追蹤其他 區域的特徵點 那這個地方呢 是指 呃 那個 呃 特徵點的一個追蹤的一個 呃 可以 簡單的說是密度 但是他 專業的一個名稱好像是指 呃 相對速度會比較慢 那不見得會比較正確 那不見得 因為有時候你 數參數很多提供給CAMERA的話 反而有時候不一定造成是正確的一個 數值 那我們都使用預設齁 使用中間的一個量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 稍微增加一些或是減少一些都沒關係的 那這邊有一個呃 特徵點的一個大小 我們一般使用Normal 那Large 這邊的使用呢 齁是指 你在藍幕啊 或者是綠幕的時候 就背景 要去背的時候 你可以在你的藍幕或綠幕呢 使用上 呃 一些 呃 白色的一個標 標誌呢 齁貼在這個藍幕綠幕 然後再扔給Bangu去對位 齁 這個是使用在這地方 好 這Large可以配合 齁 這Large的特徵點是配合這個 啊 齁 這個 追蹤點這個地方齁 這兩個是互相配合 齁 這兩個地方是互相配合 這個 這兩個指令都是給 呃 給一些 你有在場景上 或是藍幕綠幕 的一個情況去貼上這個 貼上這個 呃 追蹤點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 呃 一些 影片上就可以很清楚 齁 這 這情況要怎麼去使用 齁 像他 呃 像他這個地方就有使用一些 白色的一些 呃 點 供給 呃 綁具去追蹤 齁 那在這合成上就 就很方便了齁 齁 那你配合綁具的這些 剛才講的這些指令 就可以合成 齁 可以把背景合成得很好齁 齁 這是 台灣的一個學生做的 齁 他利用這個 綠幕 然後 加上一些 呃 自己貼上一些特徵點 齁 要貼上 齁 反差比較大就是白色 那他易於去追蹤 然後再透過3D軟件的合成 齁 非常做得很好 齁 好那這個地方辣橘呢齁 齁 最主要就是配合我剛才講的齁 齁 跟這個地方齁 呃 加入這個 自己加入這個 呃 這個 呃 我們這邊不做解釋 好那如果沒有其他 呃 其他設定的話 你就按START 齁 進行開始運算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的狀態欄裡面 他就有呈現 齁 在運算過程的一個 一個百分比齁 齁 多少 齁 那在運算過程中取決你 呃 場景的一些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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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子跟任務 那 相對這邊運算會比較慢 啊如果你的 呃 你的 場景的一些 數據有經過處理過 就是用一些遮罩把它遮掉了 那 或者是增加 增加你 特征點的一個 呃 追蹤的一個 一個 情況他就會增 增快你運算的速度 那 在綁具特征點的追蹤他 通常會判斷在 呃 反差比较大 可以看到都是在黑白交界的地方 也就是说 這是Panju在判断特征点 蠻重要的 運算指标 所以你在 增加这些特征点的时候 你在拍摄影片的时候 最好 在后置影片 稍微处理一下 这些特征 让Panju 能更容易去 侦测到这些特征点 提高 追踪的效率 好 那我们按Play播放 看看这些特征点 好 那应该是没有多大的错误 那我们 如果没有多大的错误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使用CameraServe 这个指令 使用CameraServe 这个指令 去把这些特征点 把它运算出来 好 我们现在点击CameraServe 点击之后呢 我们看到 AvancedServe 的选项 那我们把这两个选项 打勾 这两个选项最主要的 一个 作用就是说 把CameraServe 路径Smooth 还有一些不必要的 数值呢 再精简 好 我们按Start 再运算一次 那一样 它这边会显示 你一个 运算的百分比 好 这个地方也是需要一些时间 那待会呢 待会呢 我们 再把Camera 解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去增加一些 呃 一些 object 就是一些物件 来 来 提供我们在 3D软件里面 对位的一个方便性 等一下会讲解 好 我们 呃 运算完之后 就可以 按Play去播放 这个 特征点的一个 运算的一个 情况 它 把刚才说很多密密麻麻的 一些特征点呢 都转换了一些 转换成一个 原色的 圆形的一个小点 好 那 那 我们也可以切换到 3D仕图呢 去看到这些 特征点 再分布 在3D空间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配 配合 呃 键盘的一个 Shift键呢 加上你滑鼠的 左键呢 好 去旋转这个场景 那 中键呢 可以去移动这个场景 那 右键呢 可以去缩放你这个场景 那你再回到2D仕图 好 你一样可以去 呃 滑鼠 好 Shift键呢 按着 然后配合你滑鼠的右键 一样可以去缩放你的场景 中键呢 一样可以去位移你的场景 好 不过 呃 你的滑鼠的右键 配合Shift键呢 就不是旋转你的场景 而是 播放你场景 这个 好 时间轴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方式的来 浏览你的 呃 播放的一个状 状况也是蛮方便 好 那你可以透过这地方去选择 好 去选择你的特征点 好 这样也是 一个 很方便的一个功能 就是Shift键 好 加滑鼠的 好 右键 在2D视图里面呢 去是 播放你的时间的 那中键呢 一样是移动你的场景 那 右键呢 是一样缩放你的场景 好 左中右的功能 你可以去测试一下 那3D视图呢 就 大同小异 只是 滑鼠的左键 变成旋转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场景呢 是 是 分散在这个 3D 空间里面 那 我们 如果 仔细一看 其实就可以知道 这建筑在这个地方了 只是说 这建筑怎么没有跟 这个我们3D视图的这个 这个网格 是平行的 它是呈现整个场景 呈现 傾斜的一个状态 那这样 这样的话 我们把CAMERA 输出到 3D软件里面 去对位 增加我们一个困扰 那怎么把这个 特征点呢 把它导正 很简单 就是 我们首先呢 选择 我们可以判断的一个平面 像这个屋顶的 这个平面是最好判断的 就是说 这屋顶的平面 本来就应该要跟这个 3D视图的这个 网格 的一个 ZX平面是平行的 所以我们 选择这屋顶的平面呢 选择屋顶的平面 选择屋顶的平面 的点 或者是 你不选屋顶的平面 的点 你也可以选择 这个场景 我们切换到2D视图 这个地方 选择这个场景 任何一个可以 成为 地板的一个点 比如说 这个点 跟 按Ctrl 加选你的特征点 跟这个点 跟这个点 可以成为 这三个点 可以成为一个平面 那这个平面 就可以来定义出 定义出 这个 我们要的地板 所以我们选择 这三个点 也可以把我们 这个场景去导正 一样可以去导正 我们的场景 不然你就是选择 这洞建筑物里面 上面这一排的一个特征点 也是可以的 相同的道理 那我们 选择 这三个点 来做示范 好了 这三个点 一样可以去判断 我们 按Play看看 这三个点 都没有跑掉 都是 贴在地板上 这三点 也就是说 这三个点 可以构成我们 可以构成我们 一个平面的一个选项 所以这三个点 我们选择这三个点 选起来之后 首先到这个3D这个选项 3D Tasks 这边去产生一个Mesh 去产生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已经有一个3D的一个平面物件 产生了 我们可以切换到3D仕图 所以这三点 就可以构成这个场景的一个地板 一个平面 这三个点 那当然这个做法 有时候 会有风险 因为 像他这三个点 有时候 并不一定会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有时候并不是会在同一个平面上 所以呢 你在选择这些特征点的时候 一定要加以判别 这三个点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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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特征点上面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 这三个点 其实 是可以去 定义出这个地板出来的 不然的话 比较保险的方式 就是选择 这个 屋顶这上面的点 好 那我们定义出这个参考平面出来呢 好 之后呢 待会我们会讲到他这个参考平面的一个用处 我们先把场景给导正出来 好 一样选择这三个点 然后到 好 是 since since armistry 这个选项 i-cone 图示 点击 好 我们在这个第一个按钮 这边 ad 加入 加入我们要判别我们场景的一个XYZ的一个走的方向 我们可以在这边type呢进去 选择我们这三个点要给它一个constraint 就给它约束的是ZX平面 它这边会显示说correctory connect 正确选择三个点 然后connect to selected 去连接你的选择的点 按下去之后要呈现灰色的状态 然后上面也会显示说你已经三个特征点已经被连接了 就是说我们按下这个update 我们现在按下update 然后close 把它切换到3D视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场景已经被导正 已经是呈现正 就是跟这个 跟这个场景的XYZ的一个 X跟Z走的一个平面呢 是平行的 这样的话我们扔到 Maya或其他3D软件中才不会增加我们在合成对位的一些困扰 这是蛮重要的步骤 那接下来这个3D物件呢 我们可以选择框选 框选这个3D物件 框选它会呈现深绿色的一个状态 然后到Export里面去 这边有个选项 Export Mesh 就是输出我们的3D物件 然后这边指定它的路径 你去选择任何一个路径都可以 好不要 P L A N E 好Plan 好输出 然后按下OK 它就会把这个3D物件呢 输出成一个OBJ的格式 那以之后 把CAMERA会出到Maya 然后顺便也可以把这个OBJ这个 这个3D物件 input到Maya里面去对位 不用对位啊 它直接 直接就会 直接就会在里面 那 这个还要增加一个步骤 不然的话 也是没办法 呈现这个 这个情况 因为 你少了一个步骤 到时候 你这个OBJ的输出 还是呈现外的 就呈现我们刚才的场景 是倾斜的状态 所以 选择这个物件 好 到SENSE SENSE 里面 在执行 加入Plan 加入平面的一个约束 AdPlan Constraint 再把这个平面呢 加入 加入 约束 加入 跟我们摄影机 就是 约束 不然它 会跑掉 位置会跑掉 然后我们选择 Adjust Save 再运算一次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 視窗close掉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下面 已经在运算了 下面在运算 我们就等 也是要等它 运算 一些时间 那 为什么要增加 这个 参考 这个 object 这个物件呢 就是 最主要是 让我们在 这个特征点上 增加一些 实际的一些 3D物件 这样 这样我们才不会在 在这秘密点 觉得说好像 很难去判断它的一个 平面在哪里 所以 呃 这当然也是可以在3D软件 去增加这个平面 不过 你直接在 绑具里面 去产生这个 3D Mesh 这个物件呢 的话可以 增加你在 Maya里面 还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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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位的一个时间 就是说 很快 你就是知道 哦原来这个平面 已经被我定义出来 我只要 只要在 Maya里面再去增加 几个点 然后把它 拉出一个ground 一个地板出来就可以了 好 就是说 增加你在对位上的一个 快速 我们等一下 如果有时间 先讲到在Maya 的话 就可以知道 增加这个object 其实是方便很多的 好 那我们 这个 3D object的物件呢 已经运算完成了 那我们现在再把它 再把它输出一次 好 一样 选择这个3D物件呢 好 到Explode 里面去 好 输出这个3D Mesh 一样指定它路径给它 好 一样 选命 我们把它覆盖就好了 好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才能真正完成这个3D物件的一个对位 对位的工作 对位的工作 好 那 呃 我们已经完成了 大概 八九层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步骤 那其实还有一些要 小地方要注意的就是 像 像 一些特征点上它在绑修在判断的时候 哦 其实 可以发现到 其实像这些建筑物 我们切换到2D仕图 像这些建筑物的一些特征点啊 都应该在同一个平面上的 所以说它应该是在 照理讲应该它这些特征点应该在同一个平面上 那我们 我们在3D仕图这边去观察 其实它并非 哦 有时候并非会在同一个平面上 有些点它 其实并没有在同一个平面上 那怎么让它去 哦 约束在同一个平面上 也是用我们刚才 哦 的一个约束的一个指定方法去 达成哦 我们比如说 呃 我们切换到2D仕图 好 看 我们可以 把这个 视窗呢 拉进来一点 好 配合Shift键呢 去 跟滑鼠的一个 的一个 右键呢 去缩放这个场景 然后中间可以移动 好 配合这个 这个 操作呢 你可以快速去选取这些特征点 好 我们可以选取这些特征点了 好 我们播放看看 好 这些特征点呢 我们把它选取起来 那你在选这些特征点的时候 你很容易 如果在2D仕图的话 你这样框悬的话 很容易选到后面的点 好 很容易选到后面的 后面的点 因为2D仕图 的原因 它 它并没有呈现 呃 前后空间的一个 相 一个相关的 一个 选择 不过你可以透过2D的一个 试图呢 先把这些特征点先选取起来 好 选取起来之后 你再回到3D仕图呢 好 去把这些特征点 好 给它 嗯 给它取消选择 不 都按 Ctrl 可以加选 或 或去掉选择 好 按 Ctrl 选 加选 然后再选一次 就是 取消它的 选择 像它这些特征点应该是在同一个 同一个点上 同 这些特征点 那 小心的去不要去选到其他特征点的一个位置 好 所以在这边选择特征点可能就是你要 仔细的去 仔细的去 筛选这些特征点 那像这两个特征点应该也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好 如果 呃 没有其他特征点被选到的话 应该就是 好 应该就是 OK 被选择到特征点要呈现 绿色的一个 绿色的一个状态 那为什么还有其他特征点是 蓝色啊 还有黄色 那代表是它这些特征点所 对 CAMRA提供的一个数据的一个 判别 就是说 黄色的特征点表示它这些 特征点是 数据是非常足够的 我们也可以称为 黄金特征点 也就是说 这些黄色特征点呢 是提供 正确而且足够的资讯给CAMRA 来运算 那蓝色的部分呢 就是 只提供部分 就是一些 一些 比较参考性的一些物质 那最主要的 CAMRA的一个运算 一个 路径呢 是 是由这些黄金 呈现黄色的特征点 这些参数所提供的 那我们选择的特征点 会变成绿色的一个状态 好 选择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到 我们可以到 是蛮重要的 尤其是你在特征点 很多的时候 那 这些 秘密麻烦的特征点 有时候 并没有在同一个 平面上 你很难去判断 如果 说这个 特征点 你之后要在 Mine 或其他3D软件 去增加这个 平面 的一个位置 你光在这边 调这个 平面 可能就会对位 对很久 那你把这些 特征点呢 给它 对齐在一个 同一个平面上 可以增加你 在对位 3D软件 对位的一个速度 好 那运算完之后呢 我们一样 再来看 它这个特征点 我们 切换到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 这些特征点 就很明显 这些特征点 我们刚才 选择这些特征点 就完全 切齐成一个平面 那 这样的话呢 在我们 扔到 3D软件里面去 对位 这些特征点 就可以提供 足够的一个 足够的位置 让我们去放这个 放这个 平面物件 3D平面的一个物件 去对位 好 所以 透过刚才这个步骤呢 可以把我们一些特征点的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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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掉的位置 再把它 再把它切齐 像这些 像这里的特征点的位置 应该也都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我们如果仔细看 这些特征点 其实也并没有完全 完全在同一个平面上 我们可以再 重复这一下 重复这一项指令 把这些特征点的 一样 选取起来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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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这个选择器你可以去框选这些点 把它框选起来 然后去2D去参考看你有没有选错 有没有选错到选到不必要的一个特征点 你可以配合刚才的一个 修复的键加滑鼠做中间跟右间去缩放 即位移的场景,然后去加选这些特征点 这个object我们不需要,我们就可以把它取消掉就好了 按Ctrl可以加选或减选 像这些特征点不用 像这些特征点应该是照理在同一个平面上 让我们回到3D仕图再去看这些特征点的一个位置 像这个特征点的位置就有点跑掉 好,我们再看到2D仕图 像这个特征点它的位置 这个特征点的位置应该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可是我们在3D仕图这个角度来看 它就位置就差蛮远了 所以我们等下透过SynthGramus群 再增加,再Add Plan 再点选一次 然后再Connect to Select 然后再Save一次 然后把它关闭 再运算一次 这时候它的特征点 我们等下仔细看这个特征点这个地方了 就可以就可以去了解 到底有没有切齐成一个平面 我们在录影的过程中 可能有盘掉一些 再等它一下 好,我们来看到刚才这些特征点白 有些位置跑掉 有些特征点跑在这里 现在都跑回原来的位置了 现在跑回原来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特征点 都切齐在同一个平面上 这些选择的这些蓝色特征点 好,这就是刚才这个 Explained Constraint的一个作用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特征点 确实是 确实是 依附在这个建筑的平面上 好,那 我们现在 把 再它 再来 播放一遍 好,如果没有多大的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 CAMERA输出 那 再把CAMERA输出之前 我再来讲到 嗯 讲到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 指令 也就是说 这个 地方 Add Locators 这个指令呢 就是 增加 增加 那个 特征点 增加特征点 就是说 当有些 场景的特征点不足的时候 我们就自己去补加 那怎么补加呢 一样 你点选这个 图示icon 可以 它就会呈现一个 实质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比如说 哪些特征点要去补加呢 比如说 我想在这个 建筑物这个 建筑物这个角落呢 去增加我的特征点 那我就按 就按滑鼠的左键去增加 它的特征点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 仕图里面去 看到它这边有 放大的一个 小图给你去对位 好,增加这个特征点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的 Locators 它的Keyframe 就是Key在这里 那这个Keyframe 应该是 不要 我们把它删掉 把它Delete掉 这个Keyframe 我们从头开始去Key 我们从 第 零影格呢 去Key 这个特征点 好 Key一下 然后 第二个影格 再去Key一下 好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边有两个Keyframe 好 两个Keyframe 第三个影格 好 第四个影格 它就自动 好 自动会帮你 跑出来 那你自己再去 移动一下 这个Keyframe 那这影格又有一个Keyframe 透过这两个 两个位置去 好 去对这个 特征点 这个 好 Locators的特征点 就是我们自己去加入的 好 自己去加入了 那这个特征点 其实 自己加入的这个部分呢 在某些 地方 确实是 蛮 蛮重要的 蛮重要的 蛮重要的一个 部分 去 增加这个特征点 那 加入这些特征点的好处呢 就是说可以 让你Keyframe的参数更足够 更足够 也就是说你在Keyframe 在运算上的一个 数 一个 一个参数 一个 提供给Keyframe的资讯 会更足够 好 那我们就可以 透过这些 手动的 Locators 增加特征点 好 那这个是 Add Locators 这边的一个 特征点的运用 那加完特征点之后呢 好 并不代表 这个 这个就完成了 这个步骤 我们要再重复 回来 重复 最开始的 Track Track Futures 这个指令 再重复一次运算 好 我们按start 再重复一次 好 再去start 它会再去运算一次 好 这个步骤要重复执行 好 运算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 这 运算完之后 这个 我们自己加了 Locator 它不会跟其他的 特征点 会变成 红色的状态 它还是保持原有的状态 这样 不过 在运算 在我们再重新执行 刚才的 Track Track Futures 它就会提供 它就会提供 我们所设定的一个 对位的一个 参数给CAMERA 所以这时候 CAMERA的一个 所收集到的 资讯呢 就会再多 这一多的 我们手动的 一个特征点的 资讯 那也可以增加 我们CAMERA在 在运算的一个 精准度 我们可以按play 来看看 那 透过这个地方 也可以透过这个地方 去看这个图 去看这个 对位的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你在 特征点 不足 的区域呢 可以手动 去增加 这个ROCATE ROCATE的 这个特征点 这是一个 也是 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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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 自然 או 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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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要把它解算出来 一样在执行CAMERA SELF 那 这地方呢,这地方 一样去勾选 这地方其实它就是去 这两个选项都是 把我们特征点的一个数值呢 再精简化跟CAMERA的一个入境Smooth 好,一样再重复一次START 好,这地方一样再重新印算一次 继续回来 绑就在这个Locator 手动加入特征点这个部分 刚才 有点小当机 好,那在Locator部分呢 我们在手动加入Locator 之后呢,Locator的特征点 手动加入特征点之后 还必须要重复 重复这个Track Features 跟这个CAMERA SELF这两个指定 再让它重新把这个 我们手动的Locator 特征点呢 的参数再重新解算一次 给CAMERA 好,那这是手动特征点的部分 那再加入手动特征点的部分 也可以提高你CAMERA的一个精准度 不过相对运算会比较慢 好,那 那大部分这个步骤 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九十了 那剩下最后一个TEST 加入一个TEST OBJECT 这个参考物件 那这个参考物件呢 点击 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 Type 这边呢 选择 你要的任何形式 比如说 Cube 或者是 原住者 或者是其他任何参考物件 来当作参考 那我选择平面 然后这边 ZorStar 你可以选择网格的一个形式 或者是一个实体 有实体的一个状态 那对齐的话 你可以选择 你要对齐的一个 的一个 一个 平面啊 比如说你要对齐 ZX平面 或者是对齐 Locator 或者是对齐你 其他 有产生的一个平面 都可以 那我们对齐 ZX平面 也可以 然后按Pry 好 那Close 我们回到3D视图来看 它就会对齐这个 对齐这个 地板的X ZX平面 那我们可以 其实可以把它 拉到这个 拉到这个 这个屋顶的这个位置 透过上面的一个工具 缩放 位移 以及 旋转的一些指定 可以去把这个 可以去对齐这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只是提供 提供在绑就一个 对位 一个合理 这个 特征点的 合理 与否 并不能输出去 到 Maya 里面 那如果要输出一个 Test Test 就是必须要用 我 稍早之前所讲的 就是选择三个点或四个点 之后呢 到这个 3D Test 这边呢 去产生一个 3D物件 然后再 Explore 在Explore 输出去 才能把这个 尸体的一个 3D物件 输出去 那这个 Test Object 只能当作在绑就里面的一个 对位的一个参考 它最主要就是说 在让你按 Play 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 3D物件呢 是否符合我们 所 所 解算出来 KMAR 的一个 路径 是否 能符合在我们 这个 场景里面 就是说 提供你一个 参考 如果不符合 你可以 再去 手动 增加特征点 或是 其他 其他 再增加其他特征点的一个方式 再 让这个KMAR 的精准度再提高 好 这个 3D Test Object的一个 作用是在这里 就是说 放在我们这个 绑具里面 是否 是否 去 呃 是否 去测试我们这个 所 运算出来的KMAR 的 一个路径 是否正确 或者是 是否 准确 好 这是Test Object 的一个 作用 那 呃 OK 如果没有 其他 其他的一个 其他的一个 问题的话呢 我们现在就要把KMAR 给输出出去了 好 我们现在就选 我们就不用选任何物件 我们直接到Explore 里面去 Explore Camera Soft 或按快速键F12都可以 那这边可以指定我们 要输出去的一个 一个路径 然后这边 KMAR Soft 这边的 你就 如果有一个 就选择你 你要输出去哪一个KMAR 如果你有很多KMAR 的话 好 那因为我们有 手动增加Lokator 所以可能 它在KMAR 的一个 运算方面 会有两个 那我们就是输出 我们第二个要的一个KMAR 那第一个可能就是 我们没有手动 加入Lokator 的一个KMAR 的一个情况 或者我们可以到这个 工作室这边去 查看我们KMAR 是否 是否有 几个 那一般 如果这边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 我们使用的是KMAR 2 好 我们这边 第二次解算的是KMAR 2 的一个KMAR 2 的一个 的一个 摄影机 就是 我们因为有 手动加入Lokator 的一个 追踪点 所以在 你在输出的时候 在KMAR 这边呢 会 会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没有手动加入KMAR 第二个就是有没有手动加入KMAR 那我们选择第二个KMAR的 的一个参数 比较 精准 那这边的 Explot Type 就是你选择你要输出的3D或 后置的一个软体 如果你是Soft Image 或者是MAYA MAYA的话 如果你使用MAYA 4以上版本 你就要选择这个MAYA 加的这个选项 那MOOV TYPE呢 我们就选择 MOOVING CAMERA的一个指定 好 那 固定场景 那如果 你的 你的 CAMERA是固定 那场景是移动的 也是可以 但是这不是用 我们大部分的一个情况 好 这是用其他比较特殊的情况 那不过这些都会增加你在对位的一些 时间 好 那其他没有问题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save 然后输出去去了 好 那 以上就是 BANGJU 基本 设定的一个解说